嗨 从头一次9点20的车 应该7点钟 刚叫车 然后要去车站 提前两个小时20分钟 很不像我们的风格 这打车过去大概 他刚刚要多久了 二十几分钟 二十个分钟吧 他就等于说7点半之前会到 那就提前两个小时 可以去车站 然后买点吃的吧 就可以准备上车了 北京站到了 台湾的小朋友要回上海了 但今天卧铺是软卧了 然后是动车的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我们那天出来也是这个站吧 我记得好像也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都是坐的 坐的是北京站 没有跑很远 北京站相对是在市区 我们的票本来是直接可以刷政见镜的 后来改签了一下 收到提示说要换票 以防万一我们还是来换一下票吧 它是这边闪的 没有东西啊 没纸了吧 换一个橘子 为什么打印失败 给我打印了一个什么 牡丹江道集市 哎呦 真破怎么这么破呢 哎呦 不想排队还是要排队 排了半天 他这个队伍都不动 懒得排了 我们先直接刷政见进站吧 我一次听说 他边上说取消纸质 然后用电子 都是电子票 然后BR306的这个 公众号还给我发说 要让我换去纸质票 我们先进站再说吧 反正现在时间也很充分 这车站里面很漂亮 上次来其实都没发现 看那几个大灯 这个太远了看不清 啊 很大气啊 达到连钢 到铁钛 注意招下安全 闻垠城梯 穷的 为女客 他哪来太早 他要把车站当景点逛了 哈哈哈 你看这这灯 这装饰 又很讲究啊 自治的服务区 这个窗都是这种复古的大窗 发现了支付宝的这个 想试一下支付宝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贵宾厅的服务 我们又下去了 真的是闲着淡着 我在上海做过一次好像 想做过一次 它里面什么也没有人也蛮多 就是有水 白买了水是吗 可以试一下 这个地方还蛮方便的 其实就是电梯下来 左边这个电梯 然后有货车区 你去试一下支付宝的这个会员能不能用 不过它营业时间是到八点半 到现在还有半个小时 应该可以 客人单位包含了蚂蚁金头支付宝 试一下 哦 原来没有很多 有水喝 成功进来了 位置挺大的 看看那有些什么零食 零食饮料 零食 有茶呢 饮料 苏打水适合你 自己拿吧 对 哇 开心 还有水 对 你可以泡茶喝 有个基本款 哦 有老北京的 我们又进站了 2000 years later 动车又是绿皮车 他只是长了绿色 这跟 绿皮车还是跟一样 12车 反了 这边是10 1到40号 我们是几号呀 我看一眼我也不记得 怎么看 记得 啊 这边有 五六七八 九到十二 十三十六 三三 诶 多少来的 三三三四是吧 我先上下 好的 好的 哎呦 它有安全感了 我们在一个房间 一车里上下 四 啊 车了 睡觉明天就到上海了 还被刷牙了 我来晃一圈 看这个动车 长什么样 给他看一眼 谢谢 12车厢 乘务室 车先见 没人吧 没人 我来晃一圈 这个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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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 车门了 这边有个厕所 洗手机 那就长得一样了 然后再过去 就是 就是 变成车厢 好了 那我们就回上海见了 拜拜 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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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配拖鞋 然后半夜我饿了 他没啥吃的 不然想叫一份泡面 结果他只有 这个饭 而且最后一份 来一份吧 我的身体 都在门口 我把房间们弄过来了 把房间们弄过来了 把房间们弄过来了 帮我炸得好 拿过来 香菇肉 饭 很香啊 味道 45块钱 有没有便宜 我在 铁路里 还在车上 也就 只能这么接受 只能这么接受 那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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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拜拜